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等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八五十六集 我听夏小兰邀请你去她家玩,你为什么不去呀 宁艳凡不解,宁雪顿了顿 没什么好玩的,我和她又不是很熟 夏小兰邀请了三零七寝室的室友去家里,宁雪和他们都不太熟 跟着夏小兰去,三零七寝室的人说不定会尴尬 宁雪也知道自己不太好相处,不习惯和人打交道 她不愿意去破坏气氛 经营友情,同样要花精力 如果不是爷爷的要求,宁雪不可能和夏小兰有这么多接触 至于和夏小兰当朋友嘛 宁雪也不是拒绝 但想要她更主动也不可能 她和夏小兰还没好到要上门做客的地步 事实上,宁雪也不懂 同学和朋友是两种状态 当同学是因为考到了同一所学校 报考了同一专业,分到了同一班 这些就能证明,同学感情就能很轻率地转变成友情了 宁雪把自己的疑惑向爷爷讲了 宁夜凡有点吃惊 阿雪,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同学之情,质朴珍贵 虽然你们的家庭背景不同 性别不同,性情也不同 但是啊,你们出于各种原因 都选择了学建筑 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志同道合 志趣相同啊 有缘能成为朋友 以后啊,可是再也遇不到这样的机会了 同学之间争什么? 争谁的专业成绩好? 争竞赛,争奖学金 这些竞争都是良性的 等宁雪出了校园 不管是分配到哪个单位工作 和同事之间的竞争就一味深长了 为了一次平忧,一次晋升 相互扯后腿的事永远不会断绝 同事之间的竞争是成年人的世界 同事之间要转变成真朋友 才很艰难 宁雪若有所思 宁夜凡说,她需要朋友 宁雪看了一下身边的人 好像也只有季江源和夏小兰顺眼点 季雅拉低了宁雪对季江源的印象 她认为季江源太软弱 竟然无法制止季雅蛮横无理的行为 这让宁雪很失望 至于夏小兰 给宁雪的观感很复杂 一会儿干点让宁雪欣赏的事 宁雪想把她划入聪明人的阵营 可一会儿 夏小兰又要干点让宁雪 不认可的事 宁雪对夏小兰有种恨铁不成钢的观感 她觉得自己这个想法很危险 夏小兰怎么样 她为何要这么关注 夏小兰的室友们在她家度过的半天 总体来说很愉快 刘芬觉得她们热情 她们还觉得刘芬通情达理好说话呢 加上没有其他人打搅 院子很清静 说什么话都不用顾虑 饭菜还是大家共同劳动协作的成果 手艺好不好是其次 热闹有趣最重要 所以第一次到夏小兰家 所有人都挺开心 等夏小兰送走她们 刘芬还在笑 她听出来 女儿在寝室很受欢迎 能有这么多朋友 刘芬很高兴 要知道 以前在乡下 夏小兰是没有朋友的 一个是因为夏小兰掐尖要强 本身就不好相处 再一个是因为 村里的环境气氛不对 就说和夏小兰年纪相仿的夏红霞吧 还是亲堂妹呢 可与夏小兰向来都是针锋相对 夏小兰可没带过同学回家 你今天去给宁老师当助手 咋样啊 夏小兰把自己的本子拿出来 量了一天尺寸 宁老让他孙女带我 他孙女也是我们专业的 专业成绩特别好 宁燕凡是谁 夏小兰给他妈妈讲过 刘芬知道是华国特别厉害的建筑大师 大一的学生给宁燕凡当助手 宁燕凡 连研究生都要调 通常博士才是及格条件 这都亏得余奶奶的关系 柳芬心里很感激 余奶奶其实没当回事 夏小兰要是太笨 宁燕凡也瞧不上啊 是夏小兰自己够争气 考上了华清建筑系 这就相当于一个门槛 这就相当于一个门槛 能让余奶奶在宁燕凡面前提起来 毕竟宁燕凡的亲孙女也是念的华清建筑系 阿芬 你明天还要去阳城 行李收拾好呢 这次去阳城 不能再带现金 西丹和秀水姐两个门店 要把春庄的货铺满 怎么也要七八万吧 以现在华币的面值 就相当于后世带着七八十万现金出门 刘芬一个女同志 夏小兰不放心 学校那边不好请假 要不然夏小兰都想陪着她妈妈一起去 刘芬已经跑过几次阳城 对于出远门并不怕 选好货给了钱 货都是靠火车运回来的 也不需要刘芬自己扛 难就难在选货上 一下子开了两个服装店 要是她选回来的货 卖不动怎么办 夏小兰叫她不要犯愁 妈 没有卖不动的衣服 只有不够努力的销售员 别人是摆摊 夏小兰是开店 别人随便找个人 夏小兰从礼仪到销售技巧都交 就是为了让刘芬省力 唯一不能放开让店员去搞的 就是货员 这个必须留分亲自去挑 第二天早上 夏小兰亲自把她妈妈送上火车 自己又跑到大观园 接着测量和画图 周末两天的辛苦 让夏小兰累的倒床就睡 蓬城 同样的时间 杜兆辉也结束了忙碌 过年那几天 杜家的走私船再次被扫 这个年也只有杜兆辉过的太平 香港那边据说是鸡飞狗跳 杜兆辉是真的忙 夏子玉那个神叨叨的预测 早就被她抛在脑后 夏子玉本人也早就离开庞城返京 失踪的夏家人也没消息 杜兆辉也没用心找 夏大军就是个保镖 保镖的家人还能抵得上集团 在特区上议的投资 可是三月十一号这天 杜兆辉睡到中午 才从宿醉中清醒 一个助理敲门进来 大少 苏联真的有大事发生 原领导人在昨天因病事实 今天早上 新的领导人上任 助理说话也磕磕巴巴 苏联那么大个国家 选领导人就像开玩笑 一夜之间就变了朝代 现在新闻还没出来 是杜兆辉让人特意留意 苏联的动静 助理此时才有消息汇报 你说什么 杜兆辉都忘了这件事 现在是几个意思 夏子玉一个女大学生 是具有预言能力 还是有什么了不起的情报渠道 助理把得到的消息又讲了一遍 杜兆辉仍然觉得难以置信 直到晚上的新闻联播 邻国的领导人更换这种新闻 不可能被无视 新闻联播不仅要通报这则新闻 还要介绍苏联新上任的领导人 一个原本掌管农业的官员 在各方势力的妥协商议下 出乎意料成为红色大国的领导人 晚报几乎是和新闻播出时间一块发行的 在京城 夏小兰瞧见报纸 终于想起来自己遗忘了什么大事 换届 苏联葬送的领导人 就是在这天登上了历史舞台